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园内正在举行小型荷花展 花朵娇艳欲滴 荷叶翠绿 真是应了那句 接天连夜 无穷碧 映日荷花 别样红 位于寿溪湖徐园东侧的春波桥 乃是四桥烟雨中的一景 而园中有园是寿溪湖的特色 徐园在清初为寒园桃花屋旧址 民国四年改为徐宝山洞堂 顾名徐园 内有厅礼馆 春草池塘银谢 书丰馆等景 随便走进一馆 一座古朴典雅的 体现主人的品味与文化的中式清堂 就展现在眼前 春草池塘取义南朝诗人谢灵韵的诗句 池塘生春草 原有扁明清 从徐园出来就来到了寿溪湖上最大的湖心岛屿 小金山 后面就是官地殿 而殿前的这座朱乳石是北宋徽宗年间的花石缸一物 朱乳石原产广西溶洞 据说滴水沉积五十年才会增长一公分 近看风河高下 自成山水 小圆柏 翠绿 犹如一个天然的盆景 十分的珍奇 这处枯木逢春 更是园中的一处奇景 这幅银星树干 乃是千年前的唐朝所种 如今也焕发了新的生机 在小金山西路 有一条岸柳成形的长堤 伸向弧心 长堤的顶端就是吹台 也叫钓鱼台 吹台三面 各开圆洞门 以门戒井 由三星拱罩之称 为我国造园记忆中 运用戒井的杰出范围 从骨门远远看去 远处的白塔和五亭桥 就呈现在眼前 五亭桥是扬州寿西湖的象征 为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视所见 又称莲花桥 漫步在园内 环境清幽 游人见书 似乎充满着一种禅机 让人心沉似水 祖国的大好赫山 看不完 赏不尽 关注兔子姐姐 下期再见